就在11年前的双11 秋天进入尾声才来临的海淹台风 重创菲律宾 海啸般的雨水让菲律宾塔克罗般成了一片汪洋 水淹加圆到处一片狼藉 房屋木材散落一地 路数电线杆横七竖八地倒在路中央 海燕是西北太平洋有记录以来第二强的热带气旋 猛烈风力及大规模风暴潮 在菲律宾中部造成毁灭性破坏 官方确认超过6300人死亡 但不止秋台才吓人 2004年12月份才登陆屏东的南马都台风 还没登陆就在台东地区带来大雨 造成道路坍塌无法通行 南马都创下台风最晚登陆台湾的记录 与东北季风的共犯效应更是为台湾带来强风豪雨 早在去年台师大跨国团队就发现除了海水温度与气候变化 发生在淡季的超级台风数量可能跟太阳黑子活跃度有关 地球几乎所有能量都来自于太阳 研究团队发现太阳周期11年一次 2013年造成重灾的海燕台风也是太阳黑子迈向活跃期 而在太阳黑子活跃时期 透过辐射加热地球表面 海表面温度形成的高海温足迹 在海洋大气交互作用下 从东北太平洋往西南传递的低维度台风容易生成的热带海域 而这时间大约需要半年 抵达的时候恰好是台湾的秋冬季节 这个台风它只要形成之后 它在那个海平面上 它的时间就会比较久 那比较久的话 它事实上吸收的那个热能跟水气就最多 所以它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就比较容易造成变成强烈的台风 秋冬台风看似怪台 但经由科学分析似乎一点都不怪 专家更进一步指出 秋冬台风由于停留在海平面上的时间多 威力也更强 但记得超级台风数量与太阳黑子数量高度相关 在太阳黑子数最高峰的隔年 恐怕还会有更多的超级台风 东西新闻综合报导 最后一段时间 最后一段时间